啊好兄弟们挖技一上山呢只挖三米三呢今天这个三米三挖的就有点尴尬 接着往下面看呢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三米三挖的有点尴尬了 开挖之前呢先行三个里有事找老板 这个圈倒是挖的蛮圆的一般没看过挖着这么圆的圈 现在我们老板的要求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圈里面的这个图啊 把它全部挖出去不能挖在圈外面去了 因为这个圈里面呢是一个磨盘 它的高度呢跟我挖机站位的这个高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啊现在要把这个圈里面全部把它甩出去 然后啊他们再放线挖中间那个紧 正当我挖的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图啊感觉有点点不得劲 正当我挖这一斗的时候啊感觉下面有点点硬的 我就把这个图啊把它甩在一边去 我把挖机开在前面看了一下我果然不得劲 这个就是之前跟你们说为什么尴尬的问题 好了位置已调好再行挤给你有事找老板 现在他这个位置已经画好了 这个灰印子已经搞好了 现在我们就还是一样的把这个灰印子里面的图啊把它挖走 这个地方刚刚我们挖出去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里面的图啊把它挖到把那边啊填平 挖这个磨盘的时候老板一直站在上面跟我说 千万按照这个印子挖因为这个印子挖出来这个效果好看一些而且比较圆 所以啊他一直站在上面指挥生怕我哪一斗啊一下子挖到外面去了 我感觉他比我都紧张 我说我挖个十几年的三比三啊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的 磨盘已经挖好了 现在就等他们放中间那个线的那个井啊 现在等他们把这个井的线放好以后啊 我们就准备开挖中间那个井 好了线已放好开挖之前呢先行三个里有事找老板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线中间的这个土啊把它挖下去挖深一点点 把这个土啊就不要甩到后面去了 直接把旁边堆在旁边把它堆起来 因为旁边是个围子嘛 围子现在看这个样子还需要不少的土 所以啊我们现在挖中间这个土啊 就直接把旁边的围子把它堆高一点点 挖的这个时候啊 基本上下面已经挖成琴了 现在只把下面那个多的土啊 把它挖上来基本上就可以了 学里们看这旁边这个围子是不是堆的很高 现在这个像是看起来是最好的 因为老板是最满意是这样子的 一个是中间这个磨盘的幅度相当好 而且啊这个围子堆的也比较高 这个井呢挖起来也是阵阵方方的 老板说非常满意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平台这个地方 把这个多的土把它扫出去 基本上就OK了 现在把这个土啊把它扫在这个路上 然后再把这个路啊把它扫平 基本上就OK了 好了兄弟们完美射工 老板非常满意 感谢兄弟们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